掌握华强美一手行情,不做二手就在,哈喽大家好,我是华强美阿柴,每天下午打卡华强美各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,下午的3点半,阿柴也是转身到达市场,今天有一位深圳北京的粉丝拿过来一台国行的15Pro Max 256G的白色给阿柴回收,小伙伴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台机器吧,这台机器也是这位粉丝三月底从京东购买的,当时是花了8396元, 今天是5月26号,这台机器用的话还不到两个月,充电次数刚刚阿柴查了一下,充电才53次,这台机器阿柴给他的回收价是7000块,因为拼多多现在下单也只有7500到7600,所以这台机器粉丝是亏了1000多块钱,现在我们去某回收平台来估一下价格,到时候看看有多少的差价 正常进入桌面,然后个人正好退出,外观的话我们都选最好的,因为他的外观特别好,我们都选没有没有,这些都选没有 两个内存是256的,大陆国航,它这个是白色的,电池大于90,因为电池是100的,无维修无手招,然后我们直接顾一下 小伙伴们感觉会给多少钱 顾出来是6450,而且还加了500的卷,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坑啊 平台给了6450还是加了500的卷,然后阿柴给的价格是7000块,足足差价了550块 所以小伙伴们有需要回收的机器,也可以联系阿柴帮你免费估价 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